喂 彼得 还看不见吗 问话的是一位年纪不过四十出头的绅士 他的姓名是尼克拉·皮特洛维奇·吉尔沙诺夫 他正在跟他的听差讲话 尼克拉·皮特洛维奇跟他的哥哥巴维尔一样 生在俄国南部 他的父亲是一位将军 母亲是一位官派十足的将军夫人 尼克拉·皮特洛维奇十四岁以前 一直在家里念书 十八岁那一年 父亲带他到别的堡去上大学 1835年 他大学毕业之后得到了学位 尼克拉·皮特洛维奇在他父母还活着的时候 爱上了他的旧房东 一个小官的女儿 父母去世之后 他就同他结了婚 不久生了一个儿子 名叫阿尔卡迪 这一对年轻的夫妇过得非常的快乐 阿尔卡迪也在平静的环境中长大 1847年 尼克拉·皮特洛维奇的妻子去世了 不久 他就回到了乡下 马里恩诺庄园 1855年 他把儿子送进大学 跟儿子一块儿在彼得堡过了三个冬天 第四年冬天 他因为有事情不能去彼得堡 于是就在这儿等候他的儿子 像他从前一样得到学位回来 这时 听差兴奋地进来 报告说 老爷一定是他们来了 尼克拉·皮特洛维奇高兴地站起来说 阿尔卡迪 阿尔卡迪终于回来了 阿尔卡迪一下马车 就对尼克拉·皮特洛维奇说 爸爸 让我介绍我的好朋友 巴扎洛夫给你 他到我们家来做客 那个人 生就一张瘦长脸 宽广的前额 上屏下肩的鼻子 戴绿色的大眼睛 淡茶色的下垂的连冰胡子 一个安静的微笑 使他的脸显得有生气 而且显出他的自信和聪明 开晚饭之前 阿尔卡迪见到了他的伯父 巴维尔·比多洛维奇 吉尔莎诺夫 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 穿一套深色的英国式的衣服 系一条时髦的低领结 穿一双漆皮鞋 看起来大约四十五岁 剪得短短的灰白头发着 有暗的光 血色不好 但没有一条皱纹的脸上 五官十分的短正 这张脸还留着当年那种 惊人之美的痕迹 在巴维尔亲吻了自己的侦以后 尼克拉·比多洛维奇 把他介绍给巴扎洛夫 巴维尔稍微弯了一下身子 微微一笑 算是招呼 他并不伸手给客人 吃过晚饭 巴扎洛夫对阿尔卡迪说 你那位伯父真是个怪人 想不到在乡下居然有这样漂亮的装束 他的指甲应该送到展览会去 你原来不知道 阿尔卡迪答道 他当时还是一个大交际家 一个美男子 不知道迷倒过多少女人呢 第二天清早 巴扎洛夫很早起来 就到外面去了 喝早茶的时候 他刚回来 巴维尔问道 您是研究物理学的吧 是的 物理学 一般的自然科学 听说日耳曼人 最近在这方面有大的成绩 不错 德国人在这方面是我们的老师 巴维尔心里有点不高兴 这个医生的儿子 非但不值得拘谨 而且 常常用粗鲁和不愿意的态度 回答别人的问题 巴维尔又问 阿尔卡迪刚才明明对我说 您是不承认任何权威的 那么您是不是崇拜他们呢 为什么我要承认他们呢 他们的话有道理 我同意了 这就完了 巴维尔的脸上 带着一种淡漠 而疏远的表情 德国人说的话 都是有道理的吗 也不尽忍 把这洛夫打了一个短短的哈去 显然 他不想把谈话继续下去 至于我呢 巴维尔勉强 接着往下说 我不喜欢德国人 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一种东西 以前 还有几个像样的 比如 希勒 还有 哥德 可是现在德国人中间 全是些化学家 和唯物主义者 巴维尔勒夫说 一个好的化学家 比二十个诗人还有用 我看 您是不承认 艺术的了 我不相信 赚钱的艺术 或者 医好智创的艺术 那么您 相信科学 我已经讲过 我什么都不相信 您所谓的科学 是什么呢 某一种 某一门的科学 是有的 可是所谓一般的科学 并不存在 很好 先生 那么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中 夜经公认的法则 您也抱着同样否定的态度吗 巴扎勒夫问道 这是在审问吗 巴维尔脸上略转苍白 从座位上站起来 慢慢地转过身 走出去了 阿尔卡迪说 巴扎勒夫 你对他太不客气了 怎么 难道要我去 攻为这些乡下贵族吗 这不过是虚荣心 大交际家的派头 和纹固子弟的习气罢了 阿尔卡迪把伯父的历史 告诉了他 巴维尔最初在家里念书 后来进了贵州军官学校 他的漂亮聪明和大胆出了名 二十八岁的时候已经是上位了 光辉的前程在等待着他 可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是一切都改变了 原来巴维尔在彼得堡的一次舞会上 爱上了一位华贵的 辟公爵夫人 这个女人性格古怪 恋爱也失败结束 从此 巴维尔好像动了魔 尽管仍旧保留着上流人物的习惯 可他对自己 对别人都不存在 一点指望了 每天晚上坐在聚落部里 无聊地消磨光阴 关于结婚问题 他想也没有想过 这样过了十年 最后他决定住在乡下 两个星期过去了 宅子里每个人都跟巴扎洛夫熟了 他们也习惯了他那随便不羁的态度 和那简短的不连贯的谈话 巴维尔却恨巴扎洛夫 他认为巴扎洛夫是一个傲慢无理 爱挖扩人的平民 尼克拉也担心这个虚无主义者 给阿尔卡迪带来不好的影响 六月的一天 傍晚喝茶的时候 巴维尔和巴扎洛夫又展开了论战 话题是从附近的一个地主身上开始的 由此讨论到贵族制度 以及其他的一些原作 巴扎洛夫说 这么一对外国的 没用的字眼 对一个俄国人一点用处也没有 巴维尔说 可是历史的逻辑要求着 逻辑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您肚子里饿的时候 我想 您用不着逻辑来帮助您 把一片面包放进嘴里去吧 阿尔卡迪插嘴说 大伯 我已经对您讲过了 我们不承认任何的权威 巴扎洛夫说 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 我们就依据他来行动 目前最有用的事 就是否定 因此 我们便否定一切 这个时候 尼克拉说 请让我来讲两句 您否定一切 破坏一切 可是您知道 同时也应该建设呢 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 我们应该先把地面打扫干净 巴维尔的身子 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可是他控制了自己 行动碰坏 可是你们连 为什么要破坏都不明白 这个时候 阿卡迪挺着了身子说 我们要破坏 因为我们是一种力量 力量是不负任何责任的 可怜的人 巴维尔 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 他发了一通议论 两个年轻人走了 弟兄俩人 留在这里 默默地对望着 巴维尔 终于开口说 这就是 我们现在的 年轻人 尼克拉 也第一次看清了 他跟儿子中间的距离 他预料着距离 会一天天地扩大 这天晚上 巴维尔 对阿卡迪说 你父亲今天说 他接到一个 付我亲戚的邀请 他不准备去 让我们到那里去一趟吧 亲戚也请了你的 我们正好去城里看一看 也顺便看看我的父母 阿卡迪同意了 几天以后 两个年轻人在某地参加了省长家里举行的舞会 一个身材高高的女人 引起了阿卡迪和巴扎洛夫的注意 这个个子很高的女人 她的两只光洁的膀子 给她圆衬的身体添了几番美丽 她那光泽的柔发 优美地垂到威胁的肩上 一双明亮的眼睛 在一个稍微突出的雪白的额头上 显露出来 带着一种安宁聪慧的表情 她的脸上显露出亲切而有温柔的力量 她叫奥金佐娃 阿卡迪和奥金佐娃认识了 奥金佐娃刚二十九岁 可是在她面前 阿卡迪觉得自己是个小学生 奥金佐娃问她说 刚才跟您站在一块的那个人是谁呀 他叫巴扎洛夫 月声停止了 奥金佐娃说 我很想见见这位什么都不相信的人 第二天早上 阿卡迪便和巴扎洛夫来到奥金佐娃住的旅馆 阿卡迪发觉巴扎洛夫好像有点局促不安的样子 奥金佐娃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美男子 投机家和赌徒 足足出了十五年的风头 结果把财产输光 不得不搬到乡下去住 不久便死在乡下 留下一份很小的遗产给两个女儿 奥金佐娃和卡迪亚 他们的母亲在他丈夫全胜时死在彼得堡 父亲死了之后 奥金佐娃被一个大富翁 奥金佐夫爱上了 奥金佐夫跟他一起生活了六年 临死把全部财产 遗留给他 巴扎洛夫这一天跟往常相反 讲了相当多的话 显然想引起奥金佐娃的兴趣 这又是叫阿尔卡迪吃惊的 他以为巴扎洛夫一定会谈论他的主张和见解的 可是他只谈医学 谈顺势疗法 谈植物学 他们足足谈了三个小时 告辞的时候 奥金佐娃邀请他们有机会到他的庄子 尼克尔斯科也去玩 三天之后 巴扎洛夫和阿尔卡迪来到了尼克尔斯科 奥金佐娃的庄园坐落在一座小山上 宅子两边长着参天的桥木 两个厅差 引着他们走上一条铺着地毯的楼梯 到了一间屋子 这里面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两张床和灌系 奥金佐娃虽然很少赞成巴扎洛夫的意见 但是他显然对他发生了兴趣 因为他没有那种对女人的殷勤 还因为他有新见解 使他看见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新东西 巴扎洛夫却露出一种烦躁不安来 阿尔卡迪断定自己是爱上了奥金佐娃 但却沉默的一种忧郁之中 这是他同奥金佐娃的妹妹 喀奇亚亲近起来 喀奇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他跟他交往是想寻找一种安慰 喀奇亚并不想阻止他去享受这种 半含羞半知己的快乐 奥金佐娃在巴扎洛夫心中唤起的感情使他痛苦 还是巴扎洛夫愤怒 这种浪漫主义的爱情 巴扎洛夫原本还是认为荒唐和愚蠢的 然而对于奥金佐娃 他却没有力量转身走开 一天晚上 奥金佐娃同巴扎洛夫坐在他的房子里 围绕着幸福和人生这个话题 谈了两个多小时 奥金佐娃没有一点成见 也没有坚定的信仰 他对许多事情都感到兴趣 可是没有一样使他完全满足过 事实上 他也不要求满足 他喜欢舒服 同时又没有多少生活的欲望 他与巴扎洛夫的谈话里 已表现出这种矛盾的个性 巴扎洛夫在屋子里走了几步 忽然走到 他的身边匆匆说了一句再见 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握着他几乎叫出声来 然后便走了出去 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 巴扎洛夫觉得 奥金佐娃的脸色 在一夜的功夫里苍白了 奥金佐娃又把 巴扎洛夫请到他的屋里 继续昨晚的谈话 昨晚您走得太突然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 您不能够把您心里的事情 全说出来呢 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我相信您的这种紧张矜持 会消失的 巴扎洛夫站起来 走到窗前说 您想知道这种矜持的原因吗 那么让我告诉您吧 我像一个傻瓜 像一个疯子那样爱着您 巴扎洛夫快要偷不过气来了 他浑身颤力 他转过身来 用一种要把人吞下去的眼光望了望 这位女人 这位女人突然抓起她的手 把她拉到胸前 奥金佐娃并不马上挣脱她的搂抱 可是过了一会儿 奥金佐娃便远远地站在一个角落里了 奥金佐娃惊慌地低声说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 看那个样子 好像巴扎洛夫再往前走一步 他就会喊叫似的 巴扎洛夫咬着自己的嘴唇 走出去了 这天晚上 巴扎洛夫决定明天到他父亲那里去 而卡迪也决定跟他一块去 巴扎洛夫父母 住在小村庄 坐落在一个山岗的斜坡上 只有六间小屋子 他的父亲是一个退伍的军医 母亲是一个好心肠的女人 巴扎洛夫的到来 是这对老夫妻感到无比的欣喜 他们崇拜他们的儿子 可是他们不敢在儿子面前表露他们的感情 因为巴扎洛夫不喜欢这样 巴扎洛夫深沉地 爱着他的父母 可是他又同他们的处事态度格格不入 巴扎洛夫想 他们整天忙着 并不去想一想他们自己的渺小 并不因为这个而感到不舒服 可是巴扎洛夫却时时对自己的生活 和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感到厌倦和愤怒 三天之后 巴扎洛夫就对阿尔卡迪说 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 在这儿我无法工作 我想再到你的村子去 我的实验标本就留在那儿 第二天早上 巴扎洛夫和阿尔卡迪一起走了 两个年轻人在往马里音诺去的途中 竟然又来到奥金作娃的家 可是受到了冷淡的接待 四个小时以后 他们便告辞了 巴扎洛夫到马里音诺的第二天 就着手研究他的青蛙 纤维虫 童话合物 阿尔卡迪回了不到十天 找到借口 坐车到城里去了 巴扎洛夫 仍然做着自己的研究工作 这个时候 在尼克拉·皮多罗维奇的宅子里头 还有一个人 他虽然没有对他吐露过胸怀 可是巴扎洛夫 却高兴跟他谈话 这个人是菲尼奇卡 菲尼奇卡 原是尼克拉·皮多罗维奇家 女管家的女儿 在他的母亲患祸乱死后 他就和和善的尼克拉·皮多罗维奇 成了事实上的夫妻 并且有了一个孩子 一天早晨 七点钟 巴扎洛夫散步回来 在丁香凉亭里遇见 菲尼奇卡 菲尼奇卡 为巴扎洛夫摘了一朵 蔷薇花 巴扎洛夫借口要通 他一起闻那朵蔷薇花的香味 在菲尼奇卡 那微微张开的嘴唇上 用力地吻了一下 这个时候 丁香树后面 发出一声干咳 巴维尔皮多罗维奇出现了 他带着一种 含有恶意的表情说 你们在这儿 便走开了 两个多小时以后 巴维尔去敲巴扎洛夫的房门